第五位 东大门设计广场DDP 上榜原因够新鲜 DDP在今年3月21号才启用 大家认准咯 这个像飞碟一样的建筑 它是24小时开放的 你可以随时拍照 加上里面有艺术厅 博物馆 设计工房 还有设计市集 因此不时会有时装秀 或者是关于K-POP的展览 最重要的是DDP 还有Big Ben无子的加持 在这里拍韩国观光公社的广告 难怪它迅速地红起来了 第四位 K-POP立体影像公演场Clive 上榜原因够高科技 这个位于首尔已知录 乐天Fit-In酒楼的 K-POP立体影像公演场 Clive以3D投影方式 以及先进的多媒体技术 重现K-POP歌手们演唱会的舞台 粉丝们好像在摇滚区看秀一样 第三位 明洞 上榜原因够集中 说到首尔旅游 谁都会想起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说是韩流集中地 各式商品林立 化妆品 衣服 韩国餐厅 街头小吃等等 通通通找得到 想要体验韩国潮流 明洞可以说是你必到之处 第二位 新沙洞林营大道 上榜原因够多圆化 相信各位K-POP的粉丝们 都有去新沙洞的林营大道逛过 这里除了有宋城献开的餐厅 可以让他的粉丝朝圣之外 同时还可以买到 有韩流偶像们影子的服饰 明洞大道 也是不少韩国综艺节目取景的地方 例如XO跟Beast 他们也曾经在这里出过任务呢 第一位 上榜原因 够经典 所谓的经典 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南山跟Enchavarta 一直都是韩迷们最爱的经典 因为它是热门的韩剧定情场景 好像金三顺跟三十 在南山图书馆旁边的楼梯接吻了 剧剧表跟金丝菜 被困在缆车站里互生倾诉 还有还有 千颂一跟都敏俊 在首尔南山塔上系上了爱情锁 每一个小细节都成为韩剧粉丝 币区的景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